在娱乐圈来说 男明星的演艺生涯 总是会比女明星要长 就是到了中年 仍然可以和一些小女生搭戏 比如近期热播的 演习攻略念缘 搭档年轻女演员就不违和 但到了中年的女明星 和自己小很多的男明星搭戏 就会被疯狂吐槽 比如前段时间的 严妮搭档胡歌主演的 《生活启示录》 还有早前杨军军 西门大妈 搭档焦恩俊饰演的傻丫头 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 最近 影视君也常常在讨论 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演 但也有像秦海露 这样演技非常出色的演员 就该问题在采访中 做出了完美的回答 中年女演员要有沉淀 有智慧 有生活感悟和积累 举手投足间都是魅力 演技也磨练得更加成熟 演员的生活阅历 却是对于演戏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毕竟他们修炼了这么多年 但是也不能否定傻白甜的戏路 傻白甜有傻白甜的戏 终生代有终生代的戏 这个真的不能一概而论 受众群不一样 有些中学生就喜欢看傻白甜的戏 给自己有个做梦的机会 其实各有各的好